蓝湘马拉松路跑活动 14号开始围棋两天赛事 吸引近千位全国各地好手参加 当地族人更有的为火废料签场信念而跑 把生平的很特别的一个出马献给自己的家乡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信念就是 为火废料而跑 就是把这个愿望赶快可以 没有猪人全台路跑在世经验丰富 能回到家乡 他会觉得最幸福 看到我们这些老人也可以参加 都鼓励我们对蓝蓝的年轻人来参加 我们不在乎什么叫做德宁 我们是为健康而逢 跟年轻人说 这个运动可以从10公里 然后20公里21公里这样开始练 选手在蔚南大海 陪伴下路跑 这也是主办单位持续在来与主办路跑原因 不少选手驻足拍照纪念 更支持主办单位垃圾不落地的理念 这一两年开始就推广用自己带环保杯 所以我们不提供任何卫生杯 所以在任何补给站的周围都再也看不到垃圾 这样蛮好的 因为我跑过 在台湾跑过很多场次的比赛 跑完之后那个马路上都是纸杯 塑胶杯 这样蛮不好的 主办单位也跟台东信环保局配合 选手一人一公斤带走垃圾 将不属于蓝蚁物品带回 只留下选手在蓝蚁土地上跑步的脚印 更美好回忆 记者下班列大圣 台东蓝蚁采访报道